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22.熟练操纵对方的自尊机制 等一等,是否人人都喜欢甜言蜜语? 一美元对于百万富翁来说远不如对乞丐那样意义重大 同样,在习惯被赞美的人耳中,赞美的意义也没那么举足轻重 如果你选中的猎物极其美貌或者特别成功 那么你必须更加努力 赞美的方式也要另个一格 这些人习惯了被人仰慕 因此,他们对于轻易得到的赞美反而颇为轻蔑 一项研究显示 近男靓女倾向于看淡赞美 而相貌欠佳的人往往格外重视赞美 事实上,他们贪恋你的赞美 每个貌不惊人的女子体内 都囚禁着一个迷人的小妖女 他们哭着喊着想得到你的解救 秘诀就是让她感觉她是个绝色美人 每个面若癞蛤蟆的男人体内 都困守着一位英俊的王子 等候你赞美的一吻 技巧条件欠佳 那就专攻赞美吧 每个面若癞蛤蟆的男人体内 都困守着一位英俊的王子 等候你赞美的一吻 美貌和成功人士往往习惯了一美之词 因此在自由市场上 家诸这一群体的赞美往往没那么宝贵 对于这种万人迷猎物 你的赞美务必要独辟蹊径 然而如果你的一中人不习惯被赞美 那么即使你赞赏的言辞再臣服平庸 他或他也不会介意 投其所好 用最适宜的赞美 喂养一中人的自尊 你就会看到他或他对你萌生爱意 稀跳反射般的迅速赞美 你这样做真是太棒了 这里有一条百发百中的赞美术 你必须用在每个人身上 无论他姿色平庸 还是貌美如画 无论他是功成名就 还是碌碌无为 我把它称作 稀跳反射般的迅速赞美 在某一些关键时刻 如果你没有赞美一中人 他或他就会生气 如果一中人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比如一份销售大单最终签订 一场演出中场谢母 一桩生意谈判成功 一顿美餐新鲜出炉 你一定要确保自己最先说出的几句话 与对方的那桩成就有关 在那个时刻 你的一中人心中一定只有一个强烈的疑问 我干得怎么样 如果你不想在爱情中丢分 就必须给一中人一句即刻的赞美 一个朋友曾告诉我 他在行业大会上发表演讲之后 女朋友的反应让他何等失望 那场演说大获成功 当他穿过掌声 昂首阔步地回到自己最重要的人身边时 他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快对比尔和苏挥挥手 没想到他们也来了 砰 真叫人失望透顶 他理应收获的赞美上哪儿去了 片刻之后 他确实说了 你的演讲好棒 亲爱的 但为时已晚 真是天壤之别啊 如果他先赞颂他的演讲 然后再说别的事情 那该多好 技巧西跳反射般的迅速赞美 一中人做出成就之后 你要立即给予赞美 你说出口的第一串音节 必须是一美之词 为其如此才能回答他或他 无言的征询 我干得怎么样 关于立即赞美 还有最后一句提醒 切记 务必要大力恭维 如果心存疑问 就要更加卖力 如果他觉得自己干得好极了 那么他会把干得好 看成是一句羞辱 倘若他认为自己表现极佳 那么你的一句表现不错 会让他大失所望 率先大笑 你也许认为 在喜剧演员看来 你的面孔在俱乐部中 只不过是沧海一粒 当他说出一句妙语时 他根本不会注意 是谁第一个发笑 从而激起一片笑的海洋 绝非如此 作为一名演讲者 我向你保证 我的每个同行都清晰地记得 是谁率先开口大笑 也都精确地知道 妙语说出几秒钟之后 是谁爆发出第一声笑 以及众人的笑声有多热烈 女猎手们 大多数男人也是如此 虽然他们在讲笑话时 听众只是聊聊几个朋友 技巧率先大笑 对女猎手 尤其有益 女猎手们 在为你们提供这条 显而易见的技巧时 我颇结尴尬 但是倘若我忘了这一条 那就会出现重大的失误 当他讲笑话时 你要第一个大笑 而且要笑得最久 在易中人抖机令时 有些女猎手率先大笑 正是她们轻松 赢取了最后的胜利 与易中人携手 迈进了婚姻的圣殿 情侣们总是相互使用昵称 迄今为止 你已经万事俱备 足以营造又一个温柔陷阱 与易中人共同制造亲密感 让他或他感觉 自己像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许多人在童年时期都有小名 许多今天名叫罗伯特的人 曾被叫做波比 今日的伊丽莎白 多是昔日的小贝蒂 许多约翰曾是墙尼 而秀都曾是苏西 不知道你有小名吗 反正我有 母亲和所有的小伙伴 都叫我雷丽 这个名字一直是我的正式称呼 直到后来 我认为他听起来不够可敬 不像我渴望成为的那种青年才俊 于是 伴随着我有意而为的个性改变 我改名了 我执意要求大家叫我丽儿 我有个发小名叫李克 直到今天 他还抗拒我的新名字 仍然叫我雷丽 无论何时 只要听到电话那头 有人说要找雷丽 我的心就伴着儿时的记忆 狂跳起来 一声雷丽 在我心头惹起的万般柔情 均一转移到李克身上 我敢肯定 我和李克 我叫他李奇的友谊 能持续这么久 原因之一就是 他坚持叫我雷丽 童年的经历和儿时的名字 能引发强烈的潜意识效应 可是 与任何武器一样 这种力气也有可能逆火 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如果一中人童年不幸 听到旧时的绰号 恐怕会唤起他们悲惨的回忆 如果沃尔特的父母总是呵斥他 那么你叫他沃尔蒂 或许会让他抓狂 如果伊丽莎白曾经是个受到虐待的孩子 那么只要你叫他一声利起 他就会暴跳如雷 如果你打算称呼一中人的小名 请先进行市场调研和测试 技巧商讨昵称的使用 如果时机合宜 先问一中人 他或他儿时的名字是什么 如果你觉察到一中人钟情那个名字 就说 我 我喜欢 如果我叫你小名 你介意吗 当一中人赞美你的时候 一天 我在书店里搜寻一本关于赞美的书 结果怎么都找不到 但一本又厚又大的书中 却有几千条羞辱 声称 是用于一切场合 其中充斥着貌似搞笑 实则侮辱的插科打混之词 比如 喂 你太丑了 必须把你的X光片修饰一下 或者陈词烂掉的老笑话 比如 我没戴眼镜 所以你看上去漂亮多了 是的 这些话能为你赢得廉价的一笑 但绝不会让人爱上你 尽管我们从未想过以这样俗套的句子凌辱他人 但我们中的许多人仍会在一中人赞美我们的时候 不经意地羞辱他们 美国人在付出赞美甚至接受赞美的时候 都表现得十分拙劣 这是一种民族性格 他们只会虚弱地嘟弄一声谢谢 更糟糕的情况是 他们回答 我 这只是运气 这种不冷不热的反应 根本无助于让一中人因赞美你而感觉舒适 此外 如果你多农一生没那么好 或者将自己的成功归于运气 那么你就是在婉转地羞辱一中人的洞察力 如果得不到积极的反馈 一中人从此就不会再赞美你 无论一中人何时赞美你 都不要回答 哪里哪里也不要像礼价专家艾米范德比尔特建议的那样 只说一句谢谢你 要比艾米表现得更棒 把赞美的阳光反射到赞美者身上 温柔地回应一句 你真是太好了 或者你能注意到这一点 真是太可爱了 法国人常常会这样做 优雅人士不会简单地答一句 法语以为谢谢你 而是会轻柔低语道 法语以为你真是太好了 如果有人制出一只回飞镖 他几乎会以180度的角度返回到投掷者的手中 我把回赞的礼仪技巧称作回飞镖 这里有几个回飞镖的例子 你的家人怎么样 我 他们好极了 谢谢你问起他们 你的假日过得怎么样 谢谢 你还记得这回事 展现出你对此事的感受比别人更加刻骨铭心 我过得非常开心 天哪 我喜欢你的新发型 我 谢谢你注意到我的新发型 是的 我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心理发师 技巧回飞镖 当一中人赞美你 或者问及你乐于谈论的任何一件事 请将愉快的感受像回飞镖一样 回赠给对方 感谢他或他问起或留意这件事 把幼稚的尴尬抛到脑后 用你明媚的笑容向一中人展示 你多么享受他们的赞美 当你回赞时 一中人会因为称赞了你而喜悦 人类这种动物始终在追求欢愉的感受 因此 他们会构想出更多与你相关的美好念头 好让自己感觉更好 一中人对你的美好念头越多 他们扔向爱情烈火的干柴就越多 张杰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 感谢你收看